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报肖战新剧已敲定 搭档女演员苗苗 和陈情令制片人再次合作 肖战自从结束玉谷窑的拍摄之后 迟迟没有进组的新动态 大家对他的下一部戏越发好奇 近日 网上有不少爆料消息称 肖战的新剧已经确定 即将在明年1月份禁组 还将搭档女演员苗苗携手出演 这部剧名字叫做《梦中的那片海》 以7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 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成长 追梦 奋斗的励志故事 男主宋经生重情重义 和好兄弟们一起经历人生的重要阶段 相互扶持共同奋斗 女性角色也有丰富的成长线 聚集整体呈现的是奋发图强的正能量 看得出是正具题材 如果爆料内容属实 对于肖战来说 也是新题材的尝试 算是一大转型和挑战 在今年的秋招会上 主创人员包括导演 制片人等都来到发布会现场 和大家见了面 看得出 这部剧班底实力雄厚 导演傅宁曾经指导过 《鸽子少全家福秋缠》等电视剧 作品经常在央视平台播出 还得过飞天奖 聚集出品方式新鹏传媒家西西影业 还用了杨晓培加杨夏的双制片人模式保驾护航 杨夏和新派传媒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是陈情令的制片集出品方 和肖战已经合作过 另一位制片人杨晓培来头也不小 是西西影业首席执行官 担任过择天际扶摇全职高手千古绝尘等大剧的总制片 有疑似业内人士透露 该剧的导演编剧的作品是央视非常喜欢的 目前剧组的选角和跟组演员也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台词筛选 是非常不错的资源了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剧组的男女主角已定 其他角色还未确定 剧组还疑似在招募中 从招募的角色来看 出场年龄要20岁出头 但要从20岁演到40多岁 年龄跨度不小 对于演员的演技要求应该也挺高 对于肖战来说 此前也演过年龄跨度比较大的角色 年龄上的挑战大概难度不会太大 当然现在所有信息还只是网传 一切还是等官宣为主 不过正如肖战所说 他没有年龄焦虑 也才30而已 下可出演20岁的角色 不会违和 尚可出演40岁的中年人 也有了人生阅历和沉淀 选择空间很大 肖战拿下L开年首封 点赞破70万 这几句是网友想说的 12月2日 肖战再次登上时尚杂志 首登L便拿下重头开年刊 其实在早前 就有不少消息称肖战将会在年底参加多场活动 其中就包括L杂志推出的开年刊封面 没想到 这一小道消息果然成真了 就在12月2日的10点05分 该杂志卡点特殊时刻预热 同时也正式官宣肖战成为开年刊的封面人物 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明星的影响力 这次肖战登上L 拿下重头开年刊 不管是对于L还是肖战来说 意义都非常重大 这条动态点赞直接破70万 有无数的粉丝留言评论恭喜 其中点赞最多的 有着3.7万点赞的评论说到 创意得以新生 挑战时尚想象 感受L开年刊封面人物 一句话概括了肖战的影响力 在L发出肖战登上开年刊了之后 评论区的前排几乎都是肖战粉丝 点赞好多都破万了 其中有着3.1万人点赞支持的网友说到 保持热爱 无畏无惧 封面来袭 让我们期待肖战的更多精彩 这正是我的想法 肖战的精彩一直在路上 有着2.9万人支持点赞的评论说到 抢到了 想看肖战是如何把真挚的感情百分百代给观众的 想感受肖战的真实 从肖战的电视剧 我们可以发现表演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 L杂志除了封面和丰富的配图外 还对肖战进行了采访 真其实一直是肖战会反复提及的字眼 哪怕如今的肖战 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表演技巧 努力把情感运用到最大化 那也只是专业 演技上的改变 而对他来说 从来没有改变的就是 如何把真挚的感情带给观众 让观众切身感觉到 肖战的成功来之不易 这次拿下L杂志开年首推 可以说是间接证明了他的影响力 再接再厉 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支持着肖战 希望每个努力的人 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包括我 杨子新剧被爆彻底变网播 江苏台也没收 之前就一次被湖南台退货 由杨子 景百然主演的新剧 《女心理师》距离正式播出 只有三天时间了 宣传节奏也加快了不少 刚刚释出了最新版本的人物海报 抛开角色形象不谈 海报最显眼的一行字 莫过于某酷毒播了 再次引发了该剧上星争议 上星指的是剧集在电视台播出 尽管现在电视台不如网络平台强势 可却有一个无法替代的数据 那就是收视率 收视率可是演员重要实际之一 没有收视率的网播剧集 除非口碑极佳 不然很难衡量具体成绩 基本扑爆拳靠一张嘴 冲击奖项也不如上星剧方便 女心理师还是杨子重要转型作品 又是她近两年来难得成功定档的主演剧集 要是彻底变网播 那还是真是有点开局不利的意思 至于女心理师为何没能成功上星 说法还是很多的 总结了一下大致分为三种 这里也都摆出来 大家自由心挣吧 第一种说法资本着急变现 马上年底了 投资方也得冲业绩了 杨子也正好刚刚离开原公司 双方都等着来点新货打底 舍弃收视率换提早曝光 倒也很符合资本逻辑 第二种说法被资源咔截胡 女心理师曾经曝光过两个上星平台 分别是湖南台和江苏台 结果现在两个台都定了别的剧 分别是宋祖儿 王安宇主演的《陪你竹风飞翔》和杨旭文 许灵月主演的《半暖时光》 好巧不巧 两部剧主演都有一个传说中的资源咖 王安宇一直被说是额家亲儿子 杨旭文则是华裔力捧艺人 他们主演的剧集对比 女心理师可以说各方面都不占优势 电视台却舍女心理师选择了这两部剧 很多网友都想不通 只能默认是咱人脉不如人了 第三种说法本身质量不行被退货 本来女心理师就是杨子存货中最不被看好的一部 一早就有被湖南台退货的传闻 拨前口碑就已经塌了 预告片反馈也不是很好 还有网友表示女心理师上新江苏台 也纯属谣传 人家电视台早就定好了半暖时光 压根就没考虑过女心理师 拌暖时光的狗血剧情也更适合电视剧观众 希望女心理师不要再贷款上新了 说起来杨子近年事业运一直不太好 在女心理师之前 她已经有两部剧被押 一部清三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基本播出无望 一部和肖战合作的 余生请多指教又无奈成为平台 与电视台之间的决力筹码 播出时间一拖再拖 相比较之下女心理师都算顺利了 只是被爆彻底变网播 江苏台也没收 还疑似被湖南台退货而已 至少捞到个播出 所以也还是建议关注杨子及女心理师的网友 放平心态 播出形式固然重要 但真正能决定一部剧高度的 还得是剧集本身质量 最后也祝福女心理师能在播出后取得一个好口碑 也期待一下杨子正在拍摄的电影作品啦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